副棒暗中的運氣有夠倍 9月1號的比賽 九局反批的機會 林一泉紮實地飛球 直接被沒收結束比賽 更慘的是同一個半局 林哲軒敲出了內野滾地球 全力衝刺小避免被雙殺 結果踏上一雷打滑 整個人翻了一圈跌倒 左膝蓋扭序的畫面 更是讓球迷看了觸目驚心 雕殺軒這一滑不知道得休養多久 總教練葉俊章 打線和手臂的調度都更頭痛 葉總無奈哭笑說 只能借私檢驗 球隊板凳深度夠不夠力 看到這個球隊應該算是蠻多次的吧 那我覺得在這個職棒的環境 其實這個是非常非常正常 簡單來講大概就是再休息一個 我猜兩個禮拜吧 應該有機會可以再看到他這樣子 當然目前來講 有可能是林望衛 也有可能是高效儀嘛 那當然有可能是會把那個聲號 也拉上來 球場上拚命三郎形象的林哲軒 校園雖然自己有時候很TT兼職 但碰到運動傷害 還是得乖乖聽醫師的建議 休息 復健逐步慢慢來 希望早點回到球場 正守漢掌家裡的屌蝦場 我來聽說吳俊奎黃昊君採訪報導 如果咬 pipingvous 已經賭辯 Gal 吧 幸好